讲述疫情背景下 做成的日本恐怖新品 跟焦岛事件 这样以视频软件的伪记录形式 讲述被誉为 最恐怖的网络都市传说 焦岛事件 焦岛事件 之所以被称为 最恐怖的网络都市传说 是因为网上 关于焦岛事件的信息很少 搜出来的 基本都是网民的警告 千万别对焦岛事件好奇 更不要去搜 据传 只要提到焦岛事件 就会被诅咒 然后离奇失踪 女主奶奶 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 职场小孩 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 每年一次的高中同学酒会 搬到了线上 以视频通话的形式展开 奶奶往家里赶的时候 接到同学富美的电话 富美催促到快点 称他们已经先开始了 也正是这个电话 让奶奶牵连进 焦岛的诅咒当中 焦岛的鬼魂 开始在奶奶身边徘徊 奶奶虽然吓得不行 但她不知道为啥 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 过来一会儿 同学不美接入聊天室 可穿来的 却是不美男友的跑票 男友怒视他们 是你们吧 是你们跟不美一起去的吧 然后反复去的 都是你们害的 聊天室里的人 好奇的问 不美人呢 接着照应出不美的房间 不美带着口罩躺在床上 男友拽下不美的口罩 不美翻着白眼 嘴被缝合在一起 聊天室的人吓得惊叫出声 不美的男友告诉他们 不美是被诅咒杀害了 奶奶一头雾水的问 诅咒什么诅咒 一个男同学情不自禁的说 怎么可能 那只是一个都市传说 突然 不美的男友惶恐的说 好像有谁来了 话音刚落 他就被一股怪力拖走 他们拿起电话想要报警 可电话根本打不出去 明明在士兵通话 但是社群网却显示没有网络 有人问玉棍 说不美的死 是不是跟他们 昨天去的地方有关系 奶奶追问 昨天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事 凌哭丧着脸说 她不美 玉棍 昨天去闹鬼的地方探险 不美说她看到了幽灵 然后就陷入恐慌 但她和玉棍 什么都没看到 二人以为不美胆子小 出现了幻觉 现在看来没那么简单 奶奶问是什么地方 玉棍让玉别说 在其他人的催促下 玉哭丧着说教导事件 花音刚落 五人夹的灯同时熄灭 接着聊天室 卡在一个诡异的角度 奶奶来到电查前检查 发现不是自家原因 拉开窗帘 想看看街上有没有电 却发现外面漆黑的诡异 接着窗上 凭空浮现一个掌印 奶奶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就在她禁婚未定的时候 聊天室传来朋友的呼唤 妇媚哭着告诉他们 外面突然被黑暗包围 她没办法从房间出去 这时奶奶注意到 灵一直卡在一个画面 而且她的后面好像有水在 灵后面的身影越来越清晰 他们呼哈的让灵退跑 卡顿间鬼手呼在灵的脸上 标签室里传来灵的悲鸣 就在他们悲伤不已时 每个人的背后都浮现了鬼影 回头看去 有什么都没有 亮不想死的不明不白 她问玉棍 教导事件究竟是啥 玉棍战战兢兢兢的 不知情的人回文说 令人无法忘记的事 这件事当初闹得那么大 网络上相关的文章都被删掉了 等吸引不知情的人关注法文 亮咆哮的 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玉棍不停地道歉 说都是她的错 称会想办法解决的 然后就不管不顾地走出了房间 玉棍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因为玉棍到死 也没讲出教导事件是啥 奶奶就好奇地在网上搜了一下 但收到的都是不要谈论教导事件 这是一个大妈走进灵的房间 并且打开了灯 大妈自称是房东 说听到灵的惨叫 又看到门开着 所以进来看看 大妈问灵哪去了 复美拜托大妈帮帮他们 说他们被教导事件诅咒了 灵被诅咒杀死了 说灵的尸体就在房间里 大妈看遍整个房间 也没看到尸体 大妈看到桌子上的酒 认为他们是喝醉了 在胡言乱语 于是挂了视频就走了 奶奶看着网上 关于教导事件的留言才道 只要听到教导事件这四个字 就会收到教导的诅咒 他们仨虽然没去那探险 但玉棍 灵多次提到教导事件 所以他们仨也被诅咒了 这时玉棍重新接入聊天室 警告他们 千万不要走出房间 量让玉棍把他知道的教导事件真相 全都讲出来 玉棍说 有个叫教导的四青狂 一边侵犯女性 一边在网上售埋 有一群自诩正义之士的年轻人知道后 伪装成女性引出教导 然后将她带到白丰院的废墟里 集体把教导凌迟致死 凌迟的过程 在网上实施直播 看似是正义的行为 却也变成以杀人为乐的状态 因此教导的怨恨化作诅咒 将凌迟他的人 一个接一个的弄死 接着是收看凌迟视频 分享扩散的观众 也都被教导的诅咒杀害 到后来 就是谈论的人都要说到诅咒 玉棍刚刚讲完 就被教导的诅咒弄死了 就在三人心惊胆战 不知所措的时候 奶奶接到他哥的视频通话 视频显示 他哥就在奶奶家 而且灯火通明 哥哥被牵连进来 当有借故挂断电话 亮和赋美就吵嚷着 喊出了现在的处境 哥哥为了救奶奶 决定去白丰院 找到根源破除阻伤 哥哥赶往白丰院的路上 精神崩溃的亮 举着棒球棒对焦导发出挑衅 焦导是真不惯着他 直接现身将量狗呆 一段时间后 哥哥抵达了白丰院 并按照焦导 被凌辱虐杀的路线探索 这个过程中 从没被焦导的鬼魂带走 那边 哥哥听到衣柜 传来呃的声音 打开衣柜一看 衣柜张着嘴 在那鬼嚎 随后焦导的脑袋 从一旁窜出 哥哥开始逃亡 焦导花身飞头蛮 追杀哥哥 哥哥先后跑过 傲慢 嫉妒 暴怒 懒惰 贪婪 自欲 暴食 这是七远堆 然后来到奶奶的空间 敲下奶奶的家门 奶奶开门 帮哥哥进来 哥哥已经双眼放空的狗袋了 就在奶奶一遍遍 交换哥哥名字的时候 交道出现在奶奶身后 奶奶足 电影就此解说 因疫情而促成了这部电影 电影本身也记录了疫情 诅咒在传染方式上 总同于新冠病毒 角色通过屏幕被传染 而观众也在透过屏幕观看影线 结合了这几年流行的桌面视讯软件 则为记录显示 对这一都市传说 掉落空间特别的玩法 前半段的不安全感营造到位 后半段直接成了主视角的 恐怖解密游戏 少许炸不死卡还算吓人 好了 今天电影就好厉害 谢谢观看 拜拜